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阿文江華的地產經紀 我們上一條影片看了開設員的 unit 以及我們放租的單位 今天跟大家來分享一下我們剛剛上盤的 unit 它是屬於Tower 1 之前我們看的全部都是Tower 3那邊 這裡就是Tower 1 即是第一座 地址是309 我們現在這個單位是屬於一個大單位 1,241呎的室內面積 還有一個很長的圈圖 等等 你不先換了嗎? 繼續講到它之前 我們Saint Asian的其中一個職責 就是有時候去到這單位 真是不知為甚麼 明明是新的 但是電池的電池永遠都已經很盡量 聖日的單位就叮叮叮叮叮叮 這個幾個一起叮叮 所以剛才我們拍片之前 就特意去後面的Wallmark 就是買了一些電池 換回了快下欄 不然大家一邊聽我說話 一邊說嗶嗶嗶嗶 你不困擾我都很困擾了 我們先換了誰呢? 先換一個矮的 先換一個矮的 誰是矮的?這個 每一個Sport Detector 其實它們用的電池都有機會是不同的 好像這個 很吵 快點換它先 不要再說話 是不是就這樣拔就可以了? 拔一張紙? 拔一張 對呀 拔一張紙掉下來就看著 鑽聲的圖 即是我要拔紙? 對呀 嘩 嘩 嘩 這兩個是沒有電的 知不知在電池底下? 大家看到平時這些機制做外 這個機制拆了下來 拔了它 這個是沒有路的 總共有7個鑽聲 我們就去買了一些電池 首先要看一看它大概是什麼電池 然後買了什麼電池 然後買一張椅子過來就換 換完之後 跟大家總結一下心得 這可能是大部分 尤其是住宿的朋友 會經常面對的一個困擾 因為我們這次換回來 發現這個家裡有三種情況 這些鑽聲 因為它們的型號是不同的 首先有些電池 其實它不是沒有電 它是因為它原本 新鈕膠吉 它有張黃紙 它放著 黃紙 是放著 電池 跟它接觸口的位置 所以就會當它沒有電 啪啪啪啪 你拔掉了黃紙 它有電的 它就會沒事 就會剩下一個 有些電池 它是沒有了黃紙 環體電器也沒有 即是它通了電 它還在響 即是說它是沒有電 那個電池真的要換 那就是第二種情況 第三種情況 就是黃紙又拔掉了 然後電池又換過了 它還在響 吵圈巴閉 什麼Law battery 其實這一種型號是不同的 剛才這個 它還有一個按鈕 我們剛才換完之後 沒有懷疑到沒有按鈕 明明換完電 拔掉了紙 對過了 正負也沒有放錯 它還在響 因為這個模特兒是要重新設定的 所以我按一下中間的按鈕 按一下它就好像火警的鈕很吵 再按一下它就靜了 然後它就重新設定了 一輪之後它就沒事了 按完之後 它本身這裡有一盞 綠色燈不斷斷斷 現在都變成是常綠了 所以它就在一個健康的狀態 於是我們終於可以繼續拍攝 完成了我們弄完這一輪 弄了兩小時 弄了一個多兩小時 弄了兩小時 現在講完阿Lang之後 就跟大家正式介紹一下 這個我們現在是上款放售的單位 這個是一個在八樓的特色單位 是Tower One 大家出去露台看看 為什麼它是特色單位 因為它是一個少數的大大寓 它的室內面積1241呎 大家再看看 它是剛剛在平台那一層的上面 我們是八樓 那下面是七樓 現在看上去有很安靜 沒有什麼人走 而夏天會多一點敬虧的人走 我們這邊向街 其實我們的方向 那邊是Mount Baker東南 這邊是南 這邊是西 西南方 下面是Grand Promenade的路 North Road我們完全看不到 在我們這座的後面 所以進來這邊 比起我們之前和大家看的放租 發展商上的單位Tower 3 內街安靜很多 Skytrain 雖然你會看到Skytrain軌道 但因為它是入站位 所以大家看到Skytrain很慢 極慢地慢慢入站 大家在這個建築 一路坐到下面這條街 對面已經是老血魔力 這裡已經有一個入口 很近 好 路台是整個很長的 看看前面的這個建築的景 這邊雖然我們是Tower 1 就像U字形 U過去 1 2 3 4 4 4 這座是Rental Tower 那個Tower 3 所以Skytrain軌道 其實我們看到那一截就是這個位 這裡Skytrain軌道就是North Road 也在這個方向是東南邊 所以我們剛剛好在洞裡 看到Mount Baker的雪山 原來現在才發現 我們先進去單位 這是一個1241呎的三房加釘單位 它也有一個比較大的客飯廳 還有廚房就在這邊 L-shape的廚房加上中度 中度可以坐兩個人左右 然後中間有一個飯廳位 大家看到上面這個圓形的 就是將來大家可以放飯廳燈 然後再來到這邊就是Living Room Area 梳化 大家想這樣放一個L-shape的梳化 然後電視機掛這棟牆也行 或者你未必用飯廳的 這裡是梳化 這裡是電視牆也行 這個就看看大家的喜好 這邊是從西邊看的 你也看到遠處的樓 還有很多樹景 然後客廳 這裡進來還多了一個釘 這個釘也是有窗的 但是應該是睡不到人的 因為它比較小 正正方方的 這邊有一個可以開的窗 看看它旁邊的路桌 還有拿回抹血膜 而這個釘也有一個儲物空間 還有一個衣櫃 我剛剛很可以這樣開門 沒有撞 其實這個可以在一個很好的儲物間 好了 然後看完飯廳 我們看看廚房 這隻配色好像我們剛才拍的單位 不是這樣的 你有沒有記錯呢 它上面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這個是Inside Space 抽煙機上面 基本上是很多抽煙機 然後這裡都是儲物空間 它那個 Back Splash 鋪了一些 磚仔的 這些A字形 Heringbone Style 桌面是黃石英 白色跟Island一樣 下面的廚櫃色跟上面都是一樣的 這邊有水槽 然後這裡有水槽 電氣都是Bosch 整個City Flow Heat都是這個風格 然後這裡就是垃圾桶的空間 它這個就做了拉出來的垃圾桶 這個是Carrie 所以現在發現Tower 1,2和Tower 3的分別 就是Tower 1,2有推拉的垃圾桶 所以之前有Tower 3的朋友去問我 的時候的差別 我可能還未講清楚 這段影片跟大家講清楚 Tower 1,2有垃圾桶 Tower 3就沒有的 然後這裡繼續是儲物空間 然後就有一些櫃桶 這樣 對了 然後這裡下面也是繼續儲物空間 我們剛剛買了電池 然後爐頭就是Bosch 也是4個頭的Gas爐頭 這邊也是儲物空間 這裡也是整棵Pantry Wall 都是儲物空間 一直可以去到最入 下面也是 我們剛剛好像已經看過另一個部份 大部分都是儲物空間 不開了 雪櫃在這裡 也是做了這些儲物包邊的 Bosch的雪櫃 上面還有儲物空間 下面就是兩格的冰櫃 就是這樣子的 廚房 然後 Island的話 就是放了微波爐 以及其他這些都是儲物櫃空間 我們看完飯後 我們就回到房間 它這個三房的織 其實是有些走廊 或者是分隔不同的 經過這個走廊 它又有一塊空在它的地方 吉在它的地方 Carrie就想可以放的 要是比較窄的書桌 因為它這棵牆是闊過這棵牆 所以桌子又不能太闊 不然你走路就會很窄 所以如果大家想放書桌 可能是窄一點 或者整個東西 可以用來做Story Space 做一些櫃 然後這裡就是 看一下 這個是主人房 主人房 進到這邊 就是望向西邊 基本上這個位置都很靜 這邊它有一個walk-in closet 是挺大的 原裝給你的是這些掛衣服的通 大家可以再把它改裝成為 例如說是那些California closet 這個主人房 它也是有一個通入洗手間的 而且它是Double Sync的 所以特別長 台面有很多空間可以放東西 這些全部都是鏡櫃 應該是三個鏡櫃 這個也是 然後下面洗手槽 洗手槽下面也有一些空間 那邊就是浴缸 這個主人房的洗手間 還有一個特別的位置 我這個Ventilation 就是它其實都可以做客廁的 不過我自己個人就覺得 大家如果躺在主人房應該不想的 但Anyway它開了兩道門 所以大家也可以由客廳 這個不是客廳 就是門口進來走廊這個位置進廁所 如果你覺得不方便 不喜歡的話 可以這個門長期關掉 它不使用也可以 兩邊兩個門 好 然後這裡對出就是laundry space 形狀的特色 看見都是side by side 然後上面有儲物空間 然後這裡門口在這個位置 所以門口進來 還有兩個推門的closet 這個下面就是那些水掣 那些開關的 好 這邊剛剛我們 這個是門口 大家門口進來 就會看到前面向前 就是主人房 還有客飯 客飯空間 這邊進來就是另外兩個房間 還有客廁 這個客廁就比較小 比起剛才 它就是3 piece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一樣 我們剛才看的發展商單位 然後這裡進來兩邊 這邊分別是兩間客廁 這個方向向藍 這個方向藍會多看一些 Skytrain那條軌道 但其實都很安靜 我在裡面的話 基本上你關門的話 是聽不到的 出來就會聽到一些 Skytrain聲 我們這個八樓的高度 其實都可以看到前面 Fraser River的河景 少許河 少許水 Mind Baker 又看這個圓景 這個就是整條 圓圓圈 這邊一路可以走 等一下 這個2nd bedroom 3rd bedroom 兩間睡房 然後這裡一路可以走過來 廚房 客飯廳 還有再圓圓圈 所以露台也挺大 還有一個3rd bedroom 就是這裡的 但它就不能走出露台 要這間房才行 也有雙門衣櫃 這裡就是第二個房 方向是一樣的 都是雙門衣櫃 就是這樣 我們就8月7日 8月8日掛牌 未來這個週末會做Open House 2點到4點 星期六 星期日 我們這個單位是806 是The City of Low Heat 這個樓盤的Tower One 309 Evergreen Place 現在我們放售的價錢 是135萬 單位驗證1241呎 有一個車位和一個Locker 完了 現在和大家來參觀一下 City of Low Heat的會所 它做得都相當大 它是自己獨立的一座出來 四座都可以去用這個會所 它的健康 我特別覺得是Large Size 而且它有一個 很帥仔的乒乓球房 也有景觀 我們去看看 Carrie不太熟悉這些專業器材 上次和Jim Sir來參觀的時候 好像有一個拍檔 是專門很喜歡做健身 是不是還是你 還是說這些火哥的器材 都不太容易在外面的健身房見到 都比較高級 和專業 很多款 那次它還玩了一部拉的機器 是那個推車 跟大家走一圈 我Carrie來到這裡就不懂得介紹了 大家熟悉的朋友可以告訴我 這是什麼機器 這個是可以拉的 很重型 很大座 整座 這個 City of Lowheat 還有一個特色 是它 大家其實看到 它因為North Road是斜的 它前面又有Sky Train 所以其實它所有Unit的樓層 大家以為三樓可能是很地面 其實不是的 它下面還有八層的停車場 但是這八層停車場 不是說P1就已經在地下 它的P1的平台高度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是P1 我們P1的高度 已經是高過Sky Train 甚至是高過Sky Train 所以其實大家真的去買City of Lowheat 不用太擔心我買了五、六樓的單位 是不是就望正Sky Train 或者會很吵 因為它已經把所有東西提升了 大概是這樣 跟大家分享了 這邊是跑步機地區 其實它的Amenities 除了這一層 它有大量的健身器材之外 它也做了很多co-working space 現在城市化 大家單 size也好 買一些 affordable unit也好 變成大家所需的空間 可能在家裡越來越少 所以其實City of Lowheat 這裡比較多的是 private space 例如它會做這些 有些大家可以過來坐一坐 做一下功課或者開會 有調教溫度 有很多的 privacy port 然後外面 這裡也有很多 好像Lounge 坐下等人的 area 後面有個玩的 好像是巴桌 打球的空間 有養可樂嗎 對 我覺得有點焗 真的拍攝嗎 拍攝一下而已 今天很忙碌的日程 很忙碌吃飯 下次真的不可以這麼忙碌 這個好吃 軟辣的嗎 酸酸的 很開胃 好像眼粉一樣 很累 平時我吃很多沙鍋飯 這個好像不是沙 所以我想摸一下它 然後這個有牛仔骨 什麼牛仔骨 我有沒有吃牛仔骨 你可以加筷魚 不懂得炸 不懂得炸筷魚 你手指尾呢 這個 刺爛蛋 不要 先絕 好熱的 現在你穿了 我拍你穿了 炸一下才會香 不停吃的 我拍了第三塊 就是骨 不要再給我 我不想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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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飯 骨子也要8元 然後16元 16元就是這個 石鍋飯 埋單48元 2元 這樣48元 即50元 好